第三个呢就是叫高粱米 高粱米我们在给南方同学介绍第一道膳食里面 建议大家蒸个二米饭就用了高粱米 高粱米呢据考证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不像蜀和蜀那么时间长 可能是在元朝或者明朝时候才引种过来 但是呢这个高粱呢非常服中华的水土 在引进以后呢就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种植 它为什么得到广泛推广种植呢 首先因为是它抗病能力强 长得高 然后呢第二它产量高 这个病虫害又少产量又高 所以呢成为一个旧疾旧荒的一个主要的食品的来源 到后期呢我们小时候经常吃高粱米 到后期呢高粱还是得到广泛的种植 是因为人们发现它像那个红薯米一样 它有很好的酿酒的这个酿出来的酒风味特别好 所以这个高粱酒是中华大地的一道特产 是吧所以不论是茅台五粱液还是金门高粱 是吧所以这个高粱酿酒呢 初酒的质量就是最高 这也和它这种火性有关 这个高粱呢有红白两种 但是呢我们认为即便是白的高粱 它也有补心气补心血的作用 而且红白高粱里面有一种叫年高粱 是吧它的补心补气的效果就是更好 是吧所以我们没必要计较它的颜色 只要它长的那个样长在那个头上 历史证明它有这个补意心气的作用就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